这四种的赦免 永远的赦免 永远的赦免就是完全的赦免 你所有的罪 因着相信主耶稣 祂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救恩 就把你所犯的罪 你知道的 你不知道的 你觉得很大的罪 你觉得很小的罪 都包括在里面 你以前犯的罪 信主之后再犯的罪 一辈子犯的罪 都包括在里面 是完全的 这个永远的赦免 所以借着十字架的救恩 就把我们统统完全在做赦免 那我们的上一次 后来也提过 这个不是指着旧约的 旧约的那个 哪是献祭啊 就是遮盖 这个遮盖是等到主耶稣定 十字架 才把这个东西兑现了 就好像一个期票一样 银行里面这个铁呢 他要 我去买一个东西 人家要把这个货送给我 那两个彼此没有经验 没有这个书信啊 大家是不够信心嘛 我假如我先把钱付给你 你收了 你货不给我 那我怎么办呢 就给你骗了嘛 那么那个卖的人呢 卖的人说 如果我先把货送给你 送完了以后 你不给我钱 那我怎么办呢 所以为了这个缘故 所以银行呢 就在中间呢 就有这个期票 这个期票 我要买货 我就去 一百万美金 我就把一百万美金 存到银行里面 银行就 开了一百万美金的期票 我就把这个期票啊 我就 就 就付给那个 送货的人 那假如 你给他了以后 他不给你这个货 你马上就 你就通知银行 不能给他钱 不能给他钱 所以就保证了嘛 所以这个就业里面 他这个赦免 就是先借着牛羊的血 把他遮盖了 等到主耶稣 来了 十字架就问 好 这一下就兑现了 那到了新月里面 我们一睡足 我们就这样 完全的赦免 那么你想 你想啊 那这样的话 那我不是很高兴吗 我也可以偷人 我可以骂人 我可以杀人 我什么都可以 因为都包括在里头 我只要什么样呢 这个主 主耶稣也不是那么容易 你要想骗他 也是不容易 所以信主之后 要得着赦免 就不光是信 你还要认 认你的罪 那认的罪呢 这个认的罪呢 他这个 有的你要假 嘴巴里光是认 那谁也知道你是假的 那也不行啊 所以这必须心里痛悔 而为着罪悲哀痛悔 省下赦免你 那么如果你说 那也没有关系啊 我痛悔 我还可以再犯罪嘛 那就有政治的办法了 如果你这么调皮啊 你还想骗过沈呢 你跟他搞了 他不会给你讨了便宜了 他就跟着政治的手就来了 那个政治的时候 那就是很可怕了 是吧 所以没有信主以前 所有的罪 信主完全都在那里面 连你日后的 一辈子要放的都包括在那里面 但是已经信主了以后 你需要认 并且是从心里认 真知道自己的败坏 就愿意向主认 那就赦免你 因为他是信实的 他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你 但是这个里面就喊了一个点 他如果觉得 你这个情形 到一个情形啊 他就有一个政治的手 那这个政治的时候 一种是天然的 一种是超然的 天然的 比方说你天天吃糖 天天吃糖 多了牙就住了 这个是不要神做什么 你自己就遭遇了 或者是你光是喜欢吃肥油 吃了很多 那个胆固醇就高了 那他这个就有这个 有这些情形自然的了 那么超然的就是神 神就在有这个政治的时候 有的时候神就用撒旦了 然后他接着这个撒旦对付这个 又不一样 在那里有这个政治的时候 所以这个永远的这个赦免 有这个讲究 那第二 第二 假节的赦免 假节的赦免 哇这个真是 神在这里把一个权柄啊 他托了给这个赵慧 并且是赵慧的长老 所以这个赵慧的长老了不起啊 神能够把这一个假节的赦免 借助长老能够赦免 刚刚陈弟兄 他一定讲得很清楚了 我也不多讲了 所以在这里 这个做长老的人 也真不容易啊 做长老真不容易 因为你人家 他这个 一种呢 他在圣经里面讲呢 如果你 你生病了 你生病 你就该 就该 这个该字啊 你要很注意啊 所以 他并不是 我要求 神在这里 先给你开了一个门 你要生病了 你该去找 赵慧的长老 替你抹油 替你祷告 所以这个 做长老 恐怕这一点啊 这个你就给了 一个月十万块 他也不干了 每一个人的生病都来 长老弟兄 给我们祷告 这个我也曾经 被别的弟兄 这个 这个来找我 为着他的姊妹生病 要给他祷告 哎呀我这个心的很虚啊 很虚啊 给他 给他抹油 抹油 我不敢抹油 就按手了 祷告了 我这个祷告有啊 心里都不敢去问 哎哎哎好了没有啊 这个长老 很不容易做啊 这个假节 那不光是 闭流问题 就是当我们 认可 给人受敬 叫了失敬 叫他得救 这个就是一个假节 里面的一个 一个部分嘛 因为一受敬了 他就是弟兄 他就是姊妹 如果你没有 你眼睛昏花 看不清楚 根本他没有得救 你就给他受了敬了 就来接纳了 来报名 其实他是还没有信主 那个 你就亏欠主啊 也亏欠这个 这个朋友啊 因为他就以为信主了 其实都没有 将来 将来他下了地狱 下火湖 真是还要怪你了 所以长老在这一方面 真是要属灵了 连这个 我们安排的弟兄 安排来接纳 所以你要给人受敬啊 一定要有人 跟这个朋友 接触过 有一点祷告 有把握 他已经摸着主了 得救了 你再给他受敬 不能说 愿意 愿意 就到那里 就到那里 去受敬 这个就是假节 你就乱来了 主就找你上战了 你这个门 这个门 这个没有门 只有这么空洞的 人家愿意就跑进来了 这个还可以吗 所以在这个假节里面 我们每一个 来决定给人 示尽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 第三 交通的赦免 这个比较容易了 因为就跟神之间的事啊 你得罪了 两心就控告你 一控告 你这个 跟主的交通就不行了 那你必须到神面前认罪 承认 结果 主就赦免你 你交通就恢复了 这个 那么然后第四 这个政治的赦免 这个政治赦免 有大的 有小的 小的就是 这个比 这个比方里面 就是 这个小孩子 这个妈妈出去了 他就到厨房去 开了 拿了冰箱 那个时候没有说冰箱了 就是到 把这个菜也吃了 把这个水果也吃了 哦 那么妈妈一回来 看到搞了乱七八糟了 也许妈妈就 就责备了 她也愿意悔改 那也没有 如果再第二次 还是这样 那就 妈妈就 要是真正出门了 她就把门关起来 把这个冰箱 把这个冰箱 熟起来 或者是怎么 那一个就是办法上 就处置了 我想第一个人都懂 这个情形了 但是在这里 他就用这个 大卫跟乌利亚七子八十八的事 这个事 那个就很严重了 很严重 这个罪很重 所以那个政治的时候也很严重 那关于这个 这个大卫放这个罪 这个大卫跟这个 这个有大国 以色列国跟这个 这个非力士人打仗 这个是大卫派这个月牙 带着军队去打仗 这个大卫 他已经坐了晚了 他就很舒服 他在家里 在了王宫里面 下午 大概他也五岁了 在王宫的楼顶上上战布 结果就看见八十八在这里 站在洗澡 结果大卫就 迎新就大动起来了 所以就派这个使者 就把八十八找了 结果就跟他放在淫乱了 这个发现 八十八的先生 欧利亚是一个军队里面带头 是跟着这个 有压骚外面打仗 这个大卫把他太太 把他玷污了 这个玷污了 这个过两天 这个八十八就派人 就告诉他了 他说我有了身孕了 哇这一下 有了身孕了 这个大卫他 测负着了 等到这屋西亚回来 你这个家里怎么有身孕 如果知道了这个大卫 这个应付不了 所以这个大卫 你就看见非常诡诈了 人一犯罪了就变得诡诈了 他就通知这个元 叫点欧利亚 叫他回来报告 这个战情 军情啊 这个打仗怎么个情景 这个月亚一听到 当然就赶快就这样 欧利亚就到了耶路撒冷了 大卫就听到 哦哦你们很辛苦 很辛苦很辛苦 你休息两天吧 休息两天 你看他就是想啊 他休息了 他回家跟他太太在一起 再有夫妇的尊伦 以后有了孩子 那个时候不会 没有现在的医学检查 这一个这个基因 什么这个大卫 这个事情就可以遮掩过去 哪知道这个欧利亚 他是很认真啊 他说我的军队都在那里打仗 我如果回来 我还要回家去 跟我太太在一起 我这个良心过不去了 所以他就睡在 这个王宫的门外 他不回家 哎呀第二天 大卫才知道 这欧利亚没有回家 那怎么办呢 哎再想一个办法 第二天再请他来 来来后就请他喝酒 要把他喝喝喝醉了以后 哎你回家好好休息啦 回去 难知道他喝了酒 他还是不回家 不回家 在王宫外面 这一下大卫想的办法没办法 这个大卫你看了 他这个是个合乎神的心灵 可是那个人的心呢 真是诡诈了基督啊 所以他就写一封信 就叫欧利亚带回去 给那个约亚 这个欧利亚拿到这个信 他就回家 哪知道这个信里 就是告诉我一下 你那个 约亚你打 这个就派这个欧西亚 到这个城墙的附近 近的地方危险的地方 有勇士的地方 到时候 你就赶快就退回去 让欧西亚在那里 给人杀了 这个信呢 就这样子指挥 这个欧利亚 这个欧西亚拿知道 所以就把他回家 就把信给 这个欧利亚 欧利亚一看 欧利亚就要自行啊 果然 他根本也没有告诉他 什么原因 反正他 欧利亚一定是要 要听这个网的命令嘛 所以就打仗 到很近里以后 打了以后 然后就退了 结果欧利亚还有几个人 就给 敌军就打死掉了 打死掉了以后 欧利亚就又派这个 这个兵啊 会报告大卫 他就报告这个欧利亚 就告诉这个兵 如果你看欧利亚 如果王这个战略 责备你 你怎么 有这么 打仗打这么久 怎么会不注意这样的事啊 他就如果他生气啊 你就告诉他 欧西亚也死了 欧西亚也死了 所以 结果王果然要讲什么 这个兵说欧西亚也死了 这个大卫 哦好好好 他说这个打仗 难免呢 总是会有这种事 就告诉你回去告诉元亚 还加紧去打就是了 你看这个大卫 心狠手辣 哇 真是厉害 人家逼到一个地方 就搞出这个情形了 所以骗得过人 不能骗 骗不过神啊 所以 耶和华就叫拿丹这个先知啊 身影就来找大卫 确实说先告诉先问先给这个大卫讲 他的王啊 这有一个城里有两个人 一个人呢 很有钱 还有一个 我就很穷 很穷 这很有钱的人 羊群牛群都很多 他这个 这个没有钱 你家里只有一个小羊羔 小羊羔 小羊羔 活着家里 养在家里的时候 他儿女 天天就抱着他 跟他做朋友一样 高兴得不得了 一起长大的 结果有一天 有一个有钱的朋友 有钱的朋友来找这有钱的人 有钱的人就想杀一个羊羔 来款待这个朋友 他羊群领群那么多 但是他舍不得 他就把这个穷人家里 这个羊羔就拿来 就把他杀了 就款待这个朋友 他说这一个 这一个有钱的人 怎么会这样嘛 这个拿丹就把这个事告诉大卫 大卫说 羊群领这样的人 要把他杀了 把他杀了 杀这一个人 他一讲呢 拿他说 这就是你 你就是那个人 你有许多的妻子 你如果不够 以后我还可以给你 你怎么能够把乌西亚里去用这个手段把他杀了 从此之后刀剑逼不离开你的家 哎呀这个拿丹这么一责备 大卫 真是 这个恍然大悟 他知道得罪走了 他是真的悔改了 所以他就写了四篇 五十一篇 那个从身处悔改 所以悔改以后 你都在公开的场合 有这个把你的非病 怎么样 有各种淫乱的事 那这个就是政治的手 这个真是厉害 厉害 那你读这个沙默尔夏 就知道他这个 他大卫有很多妻子嘛 所以他是这些孩子 也是同父一母 爸爸就是大卫 但是妈妈就不一样 那个老大叫做暗论 暗论 那么还有一个太太 生了压沙龙 这个暗论就爱慕了 拉沙龙的妹妹 妹妹 都是等于亲姐妹 不过是一个不同的母亲 我结果搞去搞发 就假装了生病了 要这个妹妹来做饼给她吃 结果就强 强行 这个就把这个妹妹就点误了 这个妹妹本来说 不要这样啊 如果你是愿意爱我 你跟爸爸来跟王来提 他一定可以 你不要这样 但是 这个 这个把她点误了以后 又讨厌她了 就不理她把她赶出去了 她这个妹妹就哭着回家 这个压沙龙就知道这个事了 她说你不要你不要这样难过 不要难过好好地在家里就算了 但是压沙龙就知道 我要非要对付这个暗论不可 所以有一天 这个压沙龙啊 就跟大卫说 他说 父亲啊 我们家里现在 明天要捡这个衙帽 要有个宴席请你也来啊什么 大卫说谢谢这些 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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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自己吧 结果又不去了 所以他说那不去 我就请兄弟们一起去吧 大卫说好啊 好啊 大卫没有想到 压沙龙搞什么 结果大卫 压沙龙就对家里面 这个人说 我跟他们吃饭的时候 我做一个记号 你们就要杀的一个 暗论说这个老大 所以在那里 吃饭吃饭吃饭到一个地方 我怎么一个暗号啊 大家就来啊 就把暗论就杀了 哎呀 许多的兄弟姐 在那里吃饭都瞎坏了 瞎坏了 赶紧就讨了 这个消息一到了大卫家里 大卫 他欢张以为是把他儿子通通杀了 结果就看见好多儿子就跑回来 大哭啊 说把大哥杀了 这不都是了 这个刀剑 到后来压沙龙背叛 各种的情形 所以这个政治的手领道 那个情形真是非常的可怕 非常可怕 所以我们需要求主联名 你不要去跟神来玩花样 以为是那个占便宜 主联名我们 当然我们今天都不会 有这么大的这个一种的情形 但是有的时候 因为你有生病啊 或者有什么遭遇环境难受 你自己来问问问看 是不是有政治的手 在这需要扶在神大年的手下 神就也许到了时候 就把这个手拿开 我们能够再恢复了一个蒙恩的情形 我就交通这里 一人舍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